俄羅斯和烏克蘭開戰 讓全球心驚膽戰 行政院突然盤點 國內防空避難所 難道兩岸關係聲溫緊繃 以待有狀況的話 到哪裡去做一個比較 就地的避難 這都有一個做一個指導 政府強調是正常盤點避難所 不過台北市長挑明說 今年的萬安演習要擴大舉行 今年的萬安演習 在台北市我們會大規模的做 我發現我們幾十年 沒有做防空演習了 所以我已經要求兵役局 警察局跟消防局 針對今年的萬安演習 要開始在寫計畫 北市的公有避難處 有1391處 所有的防空避難所 總共有26782處 可以讓621萬整緊急避難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看到 俄烏恐怖戰爭 問其百姓是否知道 戰爭時要去哪避難 很多人一秒回答倒背如流 現在很多大樓都有地下室 停車場 有些大樓樓下會有貼那個 其實現在基本上 大部分的大樓都有貼 應該警察機構的相關的網站 地方應該可以查全都到吧 內政部警政署網站 點開找到防空疏散避難專區 裡面就能找到距離你最近的 防空避難處 但專家也提醒 當戰爭開打時 多花一秒看手機 可能就沒命 電廠一大條的話 最直接影響你的手機 最好的方法就是 例如說大樓的話 你一定有地下室 它的抗炸性 都有一定抗炸性跟耐震性 大部分百姓希望永遠 不要用到防空避難室 畢竟戰爭的可怕 遠遠超乎想像 記者楊喬士國豪台北報導